同学们好,这节课我们继续讲动脉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腹部的动脉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腹部动脉的位置 然后了解一下腹部动脉的分支情况 腹部动脉的位置,首先大家看一下挂图 这个图大家看胸臂腹臂的前臂都打开了 把脏器也都拿出去了 主要是看后臂 后臂这个胸主动脉我们已经讲过了 从主动脉裂孔向下来的这一段叫腹主动脉 那么腹主动脉的上界肯定是在主动脉裂孔 相当于第十二胸椎水平 它的下界相当于第四腰椎水平 所以这一段叫腹主动脉 那么它位于基柱的前方 所以位置我们要搞清它的上界应该是第凶十二 一直到下界第四腰椎水平 应该是基柱的前方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分支 分支在挂图上我们也能看到 大家看这两个小支叫阁下动脉 阁下动脉稍下一点 这块有个短干 叫腹腔动脉干 长细膜上动脉 两侧对称发出的是肾动脉 这一对是睾丸动脉 再向下长细膜下动脉 后致还有四对腰动脉 这一侧脏气遮盖了 那么我们从版图上看一看 究竟有哪些动脉的分支 大家看这是动脉的主干 然后分成两个字 我们把它描一下 这两支是什么呢 我们看14水平 分出两支 是左右的恰肿动脉 恰肿动脉又分为两支 一个恰内一个恰外 这个我们先不看 先看上方的 上方这部分是胸12水平 也就是主动脉裂孔的部位 主动脉裂孔在这 有哪些分支呢 从上方下来我们看一下 主动脉裂孔稍下方 发出一对叫隔下动脉 隔下动脉到隔肌 到隔肌 再向下呢 有个腐腔干 是一个短干 不足一个厘米的一个短干 不足一个厘米的一个短干 再往下有一个肾上腺中动脉 然后有一个长细膜上动脉 接下来这个承对发出的是肾动脉 肾动脉再往下 又有一个承对发出的睾丸动脉 睾丸动脉再往下呢 长细膜下动脉 那么动脉的后臂 还成对的发出了四个腰动脉 到腹后臂去了 在分叉处 发出向下有一个底正中动脉 底正中动脉 那么我们整理一下 看看它的分支 它的分支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叫壁支 就是到腹壁去的 壁支包括哪些呢 这对阁下动脉 这是它的壁支 四对腰动脉 这是壁支 这是一对 还有一个分叉处向下来的底正中动脉 到腹壁去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脏支 到腹腔脏器去的 有哪些呢 我们把它分为两类 一个是成对的 一个是成对的脏支 还有一个不成对的脏支 大家看一下黑板 重点看脏支 脏支第一个 这个叫腹腔钢 是一个短钢 再往下 成对的发出一个肾上腺中动脉 肾上腺中动脉 那么我们现在要整理成对的脏支 所以这个腹腔钢 我们先不要看 先看肾上腺中动脉 这是成对的 再往下 这个肾动脉是成对的 还有搞完动脉 女性叫卵巢动脉 这是成对的 所以它有三个 肾上腺中动脉 肾动脉 搞完动脉 第二个我们再看一下 不成对的有哪些呢 这侧是不成对的 第一个就是腹腔钢 第二个 长细膜上动脉 第三个 长细膜下动脉 那么这节课 把不成对的脏支 我们作为重点 展开 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所以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具体说一下腹腔钢 它是大约一个厘米的 这样一个短钢 很短 从位置上来看 它在哪个椎体水平发出来呢 是在十二胸椎 稍下方 十二胸椎 稍下 重点 大家看分支 它有哪些分支呢 首先我们看腹腔的脏器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肝 胆囊切剂 我们把肝略微向上周上去点 像上周上去点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侧应该有胃 下边这是十二指肠 这一侧有一个脏器叫脖 那么在胃的后方 我们还能看到一个长形的脏器 叫胃 这是个线体 下面看腹腔动脉在哪呢 把这个短钢我们画到这儿 这是发出来那个短钢 首先看发出几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 发出一个粗大的动脉 验照胰的上方 横行向左 经脾门入脾 所以这个动脉就叫脾动脉 脾动脉 脾动脉发出哪些分支呢 向上发出一个胃厚动脉 还有一个胃短动脉 它们都营养胃底部 在胃大弯侧呢 发出个胃网膜左动脉 其他的分支我们先不管 再看它第二个分支 第二个分支啊 是向左上方发出一个胃左动脉 沿着胃小弯走 同时还发出一个死管生支 到死管的腹段 发出两支 我们再看第三个 第三支呢 是向右 叫肝肿动脉 肝肿动脉向上 肝肝固有动脉 然后形成两支 经肝门入肝 分别叫左右支 其中右支发出一个动脉 到胆囊 叫胆囊动脉 那么在它俩分界的部位 向下发出一个胃十二指肠动脉 大家看怎么走呢 是在胃和十二指肠的后方下降 然后在十二指肠和胰头之间 形成两支 一个是胰十二指肠上前动脉 一个叫胰十二指肠上后动脉 形成两支 那么在十二指肠的下部 又发出一个胃网膜右动脉 和左动脉吻合 我们再看肝固有动脉 固有动脉的根部发出一支 沿着胃小弯和它吻合了 它叫胃左 这个就叫胃右动脉 我们把这个图简化一下 大家看一下它的分支 腹腔干 发出一个胃左 使管生枝 两支 这两个 然后还有一个很粗大的脾动脉 经脾门入脾 脾动脉向上发出两支 一个胃短一个是胃厚 向下发出一个胃网膜左动脉 我们再看肝肿动脉 肝肿动脉向上去的叫肝固有动脉 形成左右支 右支分出的是胆囊动脉 这块向下来的叫胃十二指肠动脉 形成了胃十二指肠上前后动脉 同时还分出一个胃网膜 同时还分出一个胃网膜右动脉 把名字我简单写下 这一支叫胃左动脉 这一支主干叫脾动脉 这个叫肝固有动脉 这个叫肝固有动脉 这是右支 左支 这个叫胆囊动脉 这个相当于胃十二指肠动脉 这两支 以十二指肠上前动脉和后动脉 那么这两个在验着胃大弯走的这个就是胃网膜左 这是右 这是胃网膜左动脉 这是腐腔动脉 它的分支情况 那么我们做一个假设 大家看 营养肝脏的动脉 是不是有腐腔动脉 肝肿动脉 肝固有动脉 左右支进入肝 如果要是把肝肿动脉 在手术中 误砸了 你们说肝脏能不能坏死呢 也就是肝脏还有没有血过去呢 所以这块大家要注意 吻合肢的情况 你看 这个血管砸住了以后 血过不来了 可不可以通过胃左 胃右 进入肝固有动脉 所以要注意 小弯彻有一个吻合 胃左胃右 大弯彻有一个胃网膜右 胃网膜左 也是吻合的 也是吻合的 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个 腐腔干 第二个我们提一下 长细膜上 长细膜上动脉 它发起的位置 应该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图 长细膜上相当于第一腰椎水平 第一腰椎水平 由腐腔 腐主动脉的主干发出来 重点还是看它的分支 首先大家想一想 腐腔里边的肠管 都有哪些肠管呢 大家想 有没有生结肠 比如这个是生结肠 盲肠 盲肠下方 有蓝尾 这是回肠的末段 切断了 然后呢 我们看 横行 向左的 这段肠管 叫横结肠 然后继续向下 降结肠 以状结肠 直肠和下方的肠管 最下方的肠管 那么这些肠管 有哪些动脉营养呢 首先大家看第一段 第一段这个动脉 就是第一腰椎水平 发出来的这个叫 肠细膜上动脉 上动脉发出以后 从这来 首先它发出一个小肠动脉 发出很多很多分支 验照小肠细膜两层之间 分布到小肠去了 这个叫小肠动脉 我们把它都切断 切断 而且小肠呢 我们也切除了 大家知道 这些发出的短肠 都是分布到空肠回肠 和它相并行的 还有一支 叫回解肠动脉 回解肠动脉 发出一支 分布到蓝尾 这个就叫蓝尾动脉 蓝尾动脉 那么在这个主干上 还发出一个右结肠动脉 向右 形成一个降肢 形成一个声肢 这个叫右结肠动脉 靠近根部 这发出一个中结肠动脉 发出一个右肢 和一个左肢 那么从动脉弓上 再发出直肢 分布到肠管 这就是肠细膜上动脉 肠细膜上动脉 我们简单标下 这个叫中结肠动脉 这个叫右结肠动脉 这个叫回结肠动脉 这些都叫小肠动脉 那么它营养哪一部分肠管呢 我们用虚线画一下 这一部分肠管 都是肠细膜上动脉的营养范围 包括蓝维 这是一个动脉 第二个动脉 我们看一下肠细膜下动脉 是这一字 大约在第三腰椎水平发出来 我们用红颜色表示一下 这是肠细膜下动脉 这是一字 这发出两到三字 叫乙状结肠动脉 这还发出一个左结肠动脉 生姿和它吻合 降姿和它吻合 然后发出直肢 分布到肠管 那么这些动脉的名字 这个叫左结肠动脉 这个叫乙状结肠动脉 这个叫直肠上动脉 直肠上动脉 营养哪一个范围呢 我们还是点一下 直肠上三分之二 乙状结肠 降结肠 以及脾曲 横结肠脾曲 这一区都是肠细膜下动脉 来营养 注意一点 直肠下三分之一 它不管 另外最底下的这个叫肛管 它也不管 所以它的营养范围是在这个之间 这是我们提到的长细膜下动脉 它的起始位置 大约是在第三腰椎水平 它的分支 我们说了 有很多 左结肠动脉 乙状结肠动脉 直肠上动脉 分布范围 脾曲 脾曲 降结肠 乙状结肠 和直肠上三分之二 上三分之二 这是 桂糖来营养 那么腹部的肚脉 现在大家就记住这么几个不成对胀气的几个重要的分支 下面我们做一个小结 首先大家总结一下肾上腺的血供 血液供应 我们画一下动脉的主干 这发出一个肾动脉 这侧也发出一个肾动脉 这是主干 那么我们把肾脏画上 这是肾 我就画一侧 肾脏的上方 凸起的这部分 叫肾上腺 肾上腺 主动脉裂口在这 首先看主动脉裂口稍下方 成对的发出一个壁姿 叫隔下动脉 隔下动脉 记住 它发出一个小的分支 叫肾上腺上动脉 肾上腺 肾上腺上动脉 是由隔下动脉发出来的 隔下动脉发出来 那么我们在讲 辅主动脉主干的时候 给大家提了一支 成对的 肾上腺中动脉 它直接就主干发出来 那么就是主干又发出来一支 到肾上腺的 这叫肾上腺中动脉 中动脉 还有一支 这是肾动脉 肾动脉还发出一支 也到肾上腺 这叫肾上腺下动脉 所以 营养肾上腺是几个动脉啊 三个 那么大家总结一下它的来源 比如肾上腺上腺 比如肾上腺上动脉 它来源于什么动脉呢 源于 隔下动脉 我们再看肾上腺的中动脉 这支 直接源于 腹主动脉 还有一支叫肾上腺的下动脉 来源于肾动脉 好 这是肾上腺的血液供应 第二个呢 我们再说一下 移的血液供应 移的血供应 首先大家把移线回忆一下 分为几部分呢 有移头 这是沟突 移体 移尾 这是移线 下面我们看动脉 腹腔动脉 发出了一支 燕照移的上缘 向左去的这个叫脾动脉 然后进入脾门 脾动脉向上 我们知道有两个小分支 一个是胃厚 一个是胃短 脾动脉向下呢 发出一个胃网膜 左动脉 左动脉 那我们再看脾动脉 还有哪些分支呢 从这儿脾动脉 有一支分支 进入一体 这个叫一倍动脉 这还发出一个胃大动脉 相互吻合形成 胃下动脉 同时还发出很多很多小支 叫胃支 都到了胃体和胃尾 营养这些部位 我们再看还有一个动脉 从勾突这块穿出来的 这个动脉是谁呢 肠细膜上动脉 肠细膜上动脉 发出了两个分支 一个是咽着一头的前方 向右上方去 一个是在它的后方 向上去 总之都营养一头 我们再看第三支 腹腔动脉 发出一个短干 叫肝肿动脉 然后是肝固有动脉 这个是胃十二指肠动脉下来 胃十二指肠动脉 发出两支 一个是咽着一头前方下降 和它吻合 还有一支 咽着一头后方下降 和这支吻合 同时呢 脾动脉的分支 和它们也吻合 也吻合 那我们整理一下 一头 有哪些动脉营养 是不是两个来源 黄色的这个来源 是不是来源于 胃十二指肠动脉 它的名字叫 胃十二指肠 上 一个是前肢 一个是后肢 我写到一起了 前后动脉 这支动脉 来源于胃十二指肠动脉 胃十二指肠 那么下方一头 还有两支 叫胃十二指肠的 下前后动脉 来源于 来源于 长细膜上 动脉 一头 我们知道了 那么 移体和移尾部呢 它的血功 来自于 脾动脉 有哪些呢 这个叫一倍 这个叫一大 我们先看一下 一倍动脉 来源于脾动脉 这支表 较大的叫一大动脉 也来源于脾动脉 下方吻合的 这个动脉 叫胰下动脉 胰下动脉 它是一个吻合支 这些支 相互吻合 形成的 所以移体 移尾部 是脾动脉的分支 营养 一头呢 是来自两个 一个胃十二指肠 一个肠心膜 上动脉 腹部的动脉 我们重点给大家讲的是 不成对的分支 同时呢 要搞清 最后 这几个 重要脏器的 血液供应来源 好 这节课 我们讲到这 下节课再见 OK OK 好